其實現在民眾黨提修憲費監院我完全不意外 因為監察院就是在今年4月 第一個告訴柯文哲他的政治獻金是一本爛帳的單位 所以監察院揭發了柯文哲的政治獻金一本爛帳 那他們現在呢就要來報復監察院 不過我要在這邊講 如果說真的要費考監 那要走正道也就是走正式的修憲程序 那在修憲程序沒有走完之前 不應該透過旁門左道的全部刪除預算這之類的方法 繞路然後呢去破壞現行的憲政秩序 我今天有看到了這個民眾黨黨團說 在修憲費除監院之前 他們要把監察院的預算全部刪光 那之前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都已經有講過了 如果你不修憲透過旁門左道的方式去刪預算的話 這有可能其實就是本身違憲的作為 所以民眾黨他要爆尿七阿彎啦 那但是即使是要報仇也要走正道 不要再去重演過去大法官早就已經宣告違憲的奧部 一件事 絕不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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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絕不明